还如何 不许唱 欧逆阵 不许唱 经历正下 不许唱 不能让大家联系唱歌 不然我的秘密就要被发现了 明天就是歌唱比赛了 今天咱们练练歌吧 不行 今天我要请你们去游乐园玩 可是我不想去游乐园 不行 那我请你们吃汉堡炸鸡 太狗了 我要去 小雪姐姐咱们以前唱的都很好 不练也没关系 对啊 快跟我去玩吧 好吧 歌唱比赛 开始 我要唱的是爱如火 心在跳是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 好难听啊 下去下去 怎么会这样 到我了 他们逆着来也 豐盘要狂野 撞到一周百平世界 流氛流氛 受不了了 什么 天女装下一颗 宙子 大啦地大啦 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这么难听 让我来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吹出雷和闪电的力量 太好听了 一百分一百分 我宣布 这次歌唱比赛的冠军是 小贝 是我借给小贝的魔法 现在 我把魔法升级 让唱歌的人都变成哑巴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许告诉小雪 小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怪你之前不让我们唱歌 不是我干的 小朋友们都发弹幕告诉我们真相了 不是的 其实一切都是 小贝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哼小贝 我看你就是不敢承认 鸭北的家 你真是太过分了 糟了 大家怎么都变成哑巴了 小贝 这也是你干的嘛 唱歌难听的魔法 是我像爱莎姐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哑巴 清零仙子 你快帮帮我们吧 小雪 发生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好啊 小贝 你这是太坏了 精灵之力 小贝 我要把你送进坏孩子管理局 藏起小妹大宝 我错了 我不敢为了第一 就对你们使用魔法 但是 我真的没想把你们变成哑巴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小朋友们 你说 我们要不要相信小贝呢 请你们去告诉我吧 小贝 小贝 小贝